在今次這個PACO商場 其中一個特點就是以任天堂遊戲產品為主題的購物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由於排隊要排到90分鐘的關係 甚至排隊要排到落流下 我最多只能今次在外圍為大家介紹一下 為我們灑一灑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都是賣一些近年SWITCH GAME的周邊做產品 大家可以看到有薩爾達、Spartoon 當然有招牌MARIO等等 因為通常都是賣公仔為主 公仔、T恤為主 大家看看大家是否正確 仔細看一看,然後就有星之卡皮 對 我們圍著跑一個圈 大家可以看到有Nintendo Switch的體驗區 這裡可能是給大家玩各式各類的遊戲 那就歡迎親自一家國玩 大家可以看到兩個中學生在玩MARIO卡 玩得甚至開心 值得一提 這裡甚至是有一個超大的螢幕 讓你玩FIT WING 這樣玩也十分疲累 當然你想過來收錢PAC都歡迎你們 繼續在外圍拍攝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產品是比較容易 這裡有一些POKEMON的產品 裡面也是一些MARIO的產品 問題就來了 既然有POKEMON Center 為什麼這裡又會有這些POKEMON的產品買呢 很簡單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特別的POKEMON產品 我需要送給大家看看 因為現在一定是有 這個是Super Mario 成POKEMON的產品 大家看看 原來這個Pixel 砌出來的皮卡超 不是普通的Pixel 皮卡超 上面那些公仔 全部都是MARIO的模型 角色 整體來說就十分之有趣 因為我在外圍 其實現在拍不到裡面有很多東西 你說這90分鐘是否值得排 那我個人 現在還沒排 那我初步看的感覺就是 其實它的產品數量比較多 出的GAMIC都比較多 總有一款會打中你的紅針 那你說值得排 那我就... 我根本是一種教育套 這張小白 bor στην獅子 去去 трав場